大家好,我是五仔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國情 今天會說到iPhone 中國未來十年都沒有iPhone 不是吧? 沒有iPhone他們怎麼過日神 經常說抵制iPhone 但在微博經常看到iPhone十多發出的貼 會說一下這件事 大陸沒有iPhone 先達分分鐘起死回生 先達的人走下來入貨 先達的場景之前是拿來打架的 幾十人唯偶一個人 隨時就做到生意了 接下來要開關 會說一下為什麼大陸 接下來十年沒有iPhone賣 有些香港傳媒的報導 稍後會說 又會說一下手機遊戲 有些媒體找到 有些字眼不能用 有隻新遊戲 慘了,我講完之後 隨時跟他賣廣告 但在講這些事之前 不如先講一下何韻詩 何韻詩 他之前被藝術中心取消演唱會租場 現在他向何韻詩賠償 反指何韻詩毀約 保留一切的權利 保留一切權利 嘩 這樣也可以 何韻詩說 面對不合理的打壓 我們盡能力抵抗 他的演唱會 他的演唱會本身 開到今個月8日至12日 正路來計 現在正在唱 本身在香港藝術中心秀神劇院舉行 但開場前8天 突然被藝術中心 以劃為公共秩序 為由拒絕租場 之後阮民安都沒得做 這些租不租場 你認識什麼呢 你會看到 大J最近在洪瑞口 你都見到他 接下來在這個 那個叫做Star Hall那邊打拳 幸好他不是主辦 主辦是阿鍾生 鍾生就是什麼 大J沒事 這個幸運 你是去到什麼程度 搞個Show就知道了 我還不知道現在租不租到 哈哈哈哈 我經常都說 網友說買票啊買票啊 我都不知道做什麼 你們還沒想到做Show做什麼 就先講著學韻思 學韻思昨天就說 收到香港藝術中心的來信 以主辦方觸犯場地租用條例 22C為由 拒絕賠償 不賠錢給你 那麼他就批評 藝術中心 由始至終都沒辦法提供 任何實質的理據 就去指出和證明他 怎樣觸犯條例啊 你說啊我怎樣觸犯先 他也指對方 前後矛盾 並且毫無悔意 還要反過來指控 就表示往後會 會隨法律途徑追討 根據何韻思的貼文 就說香港藝術中心在信中 否認有違反合約 也指主辦方是沒有理據 可受任何損失 向中心索取申索 同時香港藝術中心重申 主辦方違反場地租用條例 22C 也在這種情況下 行使租借場地一方的權利 終止主辦方的場地預約 香港藝術中心在文末就指 會保留一切的權利 這件事都麻煩了 究竟怎樣呢 何韻思就說 面對不公平的對待 恕我無法接受 面對不合理的打壓 我們盡力抵抗 究竟如何呢 其實你說租不租場呢 我看到另一個人 原來租不租場呢 是 不是什麼新鮮事 當然有些就是政治問題 但是見到有一個 粵劇界的 粵劇界的 叫做張明敏 他呢 就說 申請紅館檔期 都失敗了六次 不是那麼容易 他三年前 那時候什麼社會運動都沒有 他說已經向紅館入址申請 申請六次都不成功 他說是否自己超齡呢 那他就是那些 粵劇界那些 還有那些花彈 一起搞show 都未必搞到 他說 那他都什麼 他接下來十月五日 在香港大會堂 音樂廳舉行那個叫做 建黨百載 共賀國慶 他說可以的 但是要入紅館都入不到 所以真的 有這些情況 不過一單或一單 就是告訴你 不是那麼容易 那何韻詩那個本身是可以的 不知道了 那他之後如何呢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陣子經常講一些國情 就說 喂打機 又說不給打機 又什麼 那他 那他 昨天有網友跟我說 他不是不批 遲些批 遲些都好 遊戲都多到打不完 剛剛出了一隻新遊戲 死了 好像幫他宣傳 因為我找這宗新聞的時候 打一些關聯誌 他真的彈了給我看 讓他知道 你的手機全部都有監聽 不是說 你不裝什麼什麼就沒有 你打一下關聯誌 他轉頭在Facebook彈了廣告給你看 真的 有片有畫 有專業 立刻叫你下載 我本來想找這宗新聞 我轉來看Facebook彈給我看 他不說我不知道 他說內地網 網易 哈里波特手遊 有得玩 我不是跟他做宣傳的 我說 現在 香港 台灣 澳門 三地用戶 都可以下載 內地公司出的 這遊戲 說台、港、澳 可能是伺服器 中國不能玩嗎 我不知道 台灣 香港 澳門 都很大市場 有個報道 發現 註冊用戶名稱 大量字眼 被系統列為敏感詞 不能用 其實有些是不奇怪的 但有些是奇怪的 譬如香港 元朗 這兩個不能用的 我覺得是奇怪的 譬如我是香港 哈里波特 你香港兩個字不行 我是元朗妙麗 那你不行了 元朗又不行 然後你說 黃之鋒不能用的 那不奇怪 是不是 禁黃之鋒 可以不可以 有些人喜歡用這些代號 那不給你 黃之鋒 習近平的雜字不行 這個字都不行 學習都不行 黑警不可以 這些 有些侮辱成份 可能有些人覺得 脆 脆字 在大陸 他有解釋的 習俗 連這個遊戲 港台奧 都不可以用這個字 連維尼都不行 小熊維尼 維尼都不行 但是 又被他撞到別的字 白衣人就行 白警就行 何君堯都行 喂 搞錯 你打機 改那些 改那些 用戶名 怎麼會用到何君堯 玩笑 魔法何君堯 是吧 就是這樣說 其實你說這些 敏感詞 很多 我自己之前有開過的名字 都不能用 那些 色色的字眼 就不行 這些我不知道 你說到這些 當然有少少政治敏感 但是 因為這些遊戲 可能很多都是小孩子玩 哈利波特 魔法 我以前都說 這套電影上 我也不喜歡看 原因就是 他的角色 很小朋友向 好玩嗎 沒事 但是 見到 都要手癢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不是說 玩不玩大陸遊戲 他不用錢 給你下載 下載完之後 不課金就不抑他 是不是 他沒事的 但是我從來都不課金 我說過打機 看看畫面 感受一下 現在的時代 在做什麼 會不會又是 那些儲來儲去 然後又怎麼樣 我看了一些評語 那些人都說到什麼什麼 不過 最初的評語 通常都是 打手打回去 當然是賣花 讚花香 難道做個新遊戲出來 嘩 幾百萬開發 然後下面寫衰嗎 真的那些留言 慢慢會滲出來 但是現在呢 這遊戲 有一個新聞告訴你 很多關聯字不能用 這樣 打機就打機 其實我覺得 關聯字就是 唉 就是 你有心去試這些東西 就讓你試到 好像我這樣 我打機 我改過網名 就叫做 五樓有五仔 然後宣傳自己的頻道 等人問我是不是 是呀 快點訂閱 這些叫做一雞兩尾 我的目的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 香港元朗都不行 那我就覺得 嘩 厲害了一點 香港都不行 是呀 香港都不行 就是 敏感了 敏感了 再說了 最近很多打機的新聞 你禁止嘛 那些年輕人只有一個小時可以玩 他們上面實名制 好笑了 找到六十歲的婆婆 凌晨就玩王者榮耀 下午懷疑 就是借這個 那個浩 借浩兒雲 那騰訊就說 十七次 通過人面識別 嘩 沒有陰功了 為什麼我六十歲 為何我六十歲都走來 用趙雲拿五殺呢 還 好笑 知道嗎 凌晨三點 排位戰 用趙雲拿五殺 六十歲 實名註冊 阿婆 嘩 不得了 就在這個王者榮耀 事件引起關注 懷疑有未成年人 操作老人家的帳號 但是騰訊那方面 就說 喂不是呀 他用了十七次 觸發這個騰訊健康系統 用人面識別 全數通過 嘩 沒有陰功 你是不是叫醒阿婆 阿婆叫我叫我 快點起床 把頭放進去 或者拿手機 拿燈撐著阿婆睡覺 嘟 這樣過了 這樣就可以了 挺好笑的 這個 是不是無端端 不過有人說 喂 真的有人突破盲腸 他說 喂六十歲 不要叫婆婆 鄭玉玲都六十四歲 沒有人叫她做婆婆 可能六十歲 又很年輕 都不定 玩玩一下 就是 玩玩一下 挺過癮的 繼續玩 打機打到 廢寢亡餐 都不定 有時候這些 就像大陸說的 好像毒癮一樣 你驗上了 阿希哥這陣子 就經常在那裡 NDS 殺以達傳說 抗野知識 真的 你看你 哪邊飯的 我試過那些低能遊戲 我都真的沉迷 沒辦法 人就是這樣 難得糊塗 好 好 再說 聽說 接下來 就沒有iPhone賣的 大陸 這件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嘩 仙達聽到 發達了 嘩 這次怎樣了 仙達死成了很久 你知道仙達 那些店舖便宜到 二樓 三千元都不用 二千九 二千八都有 但是便宜都沒有用 你沒有人走 你白交租 那裡曾經炒到二百萬一個店舖位 洩到業主血本無歸 那裡就糟糕了 買電話 用不著跟你買呢 又有Apple Shop 又有小米什麼什麼 周圍有深水埗 以前曾經輕旺 有自由行那一陣子 那些人下來炒Apple 那現在 有機是復甦的 因為 有一篇報道這樣寫的 Sun Monday那裡說的 他說中國未來十年 都沒有iPhone買 因為Apple 就說侵權 就敗訴 就說要賠一百億 iPhone 13就出售無期 嘩 只是這個題目 人們看到都流口水了 這麼多錢 因為內媒報道 上年八月 一個叫做自秦智能網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一隻叫做小I機器人 向上海法院提出訴訟 要求Apple停止有關語音助手 Siri的專利侵權 兼賠償一百億人民幣 最終判決 就說蘋果電腦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就敗訴 也確認小I機器人 在上述的專利權 是有效的 小I機器人 更加進一步提出申請禁令 iPhone就在中國面臨禁止出售的情況 嘩 你真是不得了 沒有iPhone你哪有得威 土豪金 土豪沒有iPhone 哪有像土豪 那就要用小米了 可能會弄個大米出來 買貴一點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最重要是快 不過不是 中國有5G、6G 對不對 Apple那些 不夠先進 中國那些去到7、8、9、10G 已經很厲害 那 就說去年6月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 已經發出行政判決書 正式確認自秦智能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持有這個專利權是屬有效的 那麼小I機器人 就在於去年8月 再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就控訴 要求Apple停止侵權行為 以及賠100億人民幣 就大概是120億港幣 那麼小I機器人就指他們發明的聊天機器人系統 就曾經在2004年申請了有關的專利 2009年就獲得授權 更指他們比Siri早了7年獲得申請有關的專利 而Apple在2011年才首次在iPhone4S才加入了Siri 就說你是抄襲我的 這樣 消息指 最新 這間公司持有的小I機器人 就是這個禁令 申請要求禁售iPhone長達10年 哇 2031年才有了 如果iPhone在大陸賣的話 不是吧 行貨而已 水貨應該沒問題 我不清楚 你可能在華強北看見iPhone 可能是LPhone來的 怎知道 對不對 他那些很多改字也說是 看清楚 令iPhone13有機會在中國面臨禁售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早前已接受小I機器人提出的禁令申請 案件正在審理當中 由於Siri在iPhone4S已經開始支援 如果禁令範圍不止現在的iPhone型號 很大機會下星期發表的iPhone13 沒得玩了 還有境內的那些 有沒有Apple Store的 其實 在中國裡面 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都要倒閉 那樣搞法 很嚴重 國情 這些是香港最新的報道 那 可以炒iPhone 是不是 接下來 下星期三又說通關了 大陸那些每天下 2000人下來 起碼有沒有貨 有沒有貨賣給那些 內地人 又有一些香港的新經濟出現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請Like、Subscribe、Pay Me、Long、Long 我們下次再聊 Bye